沙巴周选期间的当地新冠数字不断飙升 随着选举结束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杜斯利·伊斯曼·沙比利今天就宣布 从稍后的子夜12点01分开始 沙巴四个地区将落实局部加强新管令 涉及的地区是拿赌、斗湖、古纳和仙本纳 新管令将长达14天 受影响的居民将近100万人 过去一个月朝野政党不停扫接拜票 争取37个州一席的执政数字 但同一时间新冠病例数字也一直抬高 周选刚落下帷幕 另一场战役正要开始 卫生部数据显示 从9月1号到昨天 拿赌、斗湖、古纳和仙本纳就出现了1195宗确诊病例 当中斗湖确诊病例最高有634宗 仙本纳255宗 位居第二 拿赌和古纳则分别有241宗和65宗确诊病例 有鉴于此 政府决定从9月29号子夜开始 一直到下个月12号 在这4个地区实施14天局部加强行管令 估计会有96万2661名居民受影响 局部加强行管令期间 居民禁止离开管制区 非居民或访客也不准进入 这4个地区的进出口也一律关闭 另外除了贩卖必需品和提供关键服务以外 管制区内的所有商业活动必须停止 政府也将会在当地开设医疗基地提供医疗服务 为了确保行管令有效执行 政府也将会出动警察、军队、民防部队、志愿警卫队 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维持秩序 政府敦促民众保持冷静 配合卫生部官员以及遵从当局的指示 渐屏幕公开中 替诺imanking 速通лов可感应 提供满 特别以防供生部官员 手指参 Unternehmen